人生很難得交到好朋友 那今天呢 我們也好久沒見他們 很想知道他們的近況如何 讓我們來歡迎 明導演曾嘉宇 明導演 我知道 你是 看你一次 你重一點 我是從你年輕的時候看起 你怎麼我看著看著就變白雲了 對 看不起 我現在目前人生新高 剛破百 所以我一定要來小燕姐這邊 跟你參加 共襄盛舉一下 共襄盛舉一下 我們兩個是好朋友 真的嗎 沒有男女關係好朋友 沒有男女關係 我告訴你 有男女關係今天就不探測了 真的 剛才我們在進場的時候 嘉宇就說 我簽了你進來這樣 他就 真的耶 我說對齁 這麼多年來還是始終如一 所以你們兩個其實認識的時候 在你演四千斤的時候 也算是剛出道嘛 剛出道嘛 第二年 對 第二年 你那時候還是當演員對不對 是啊 是啊 在戲裡面是追他對不對 在戲裡面 四千斤的時候 最喜歡他的 對 對 可是私底下 沒有觸電 沒有 我們無話不... 你那是沒有嗎 這是你 我沒有 對啊 我那個時候還長那麼帥 那就是難免的吧 是吧 對不對 等一下 對啊 我們要有一些他年輕的照片 這個 電視機前面有時候對導演不太知道 這導演也有年輕帥氣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 比較多人說像馮德倫 很帥耶 你說像馮德倫 有耶... 對不對 你看 那個時候 你是一種陽光像衝浪的浪子 像吳大衛啊 吳大衛那個 對不對 對...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整個後製應該會幫我做幾滴眼淚這樣 你認識他 欣賞他 但是不會愛他 對 他是我 真的就是我幾乎沒有 我沒有一個女生說 我跟他在家裡面 徹夜喝酒聊天聊得很開心 然後最後是他睡他的床 我睡沙發這樣子 對 我只有他 而且他那個時候有喜歡的人啊 我那時候 對啊 他有喜歡的人 對啊 他也可以做很多事 對 是不是 是 沒有 我告訴你 他這樣子講 對我們男人要老師回答 對 他這樣子說 我其實覺得 沒有... 不是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沒有...我覺得因為那個時候 你懂得 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 一... 就最後喝完了就睡沙發 沒有 我... 我不是這樣想的 我覺得他是很尊重我 然後他就是覺得我跟別人不一樣 他對我是另外一般的那種 那種憧憬這樣 我是這樣想的 是...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對 你們音樂會不會 太明顯 你看... 你看 那個時候很少人知道 你家裡頭的狀況 像我就會知道 對啊 他會跟我聊他家裡頭 爸爸對 或者是對不起喔 對...就是這種事情 我會覺得我是另外... 我們兩個是另外一種境界 我不會覺得... 很悲哀啊 所以... 對... 明京城呢 其實... 在我們圈內呢 他... 他很有意思 他那個時候照了一些照片 給我們所有的製作單位 希望能夠演個戲 其實你是被楊導演 楊立國導演 楊立國 那時候拍一個什麼戲 黑啊白啊什麼的 黑皮與白牙 電影 你是演黑皮啊與白牙 我... 你都不是對不對 我都沒有... 那五個字沒有一個字演到 但是也這個機會就進來演戲了 是... 可是他做演員當中啊 剛剛我們看到他有一張照片啊 他就坐在一個車子裡 我說他為什麼... 那部車看起來爛爛的 為什麼要拿那部車 他說他因為當過... 汽車教練 對... 你當過汽車教練啊 我退伍的第一位工作 對... 所以我想良友這是什麼 這是我大概有做過最... 正當的一個工作 汽車教練 真的啊... 我那時候就是名教練啊 你還是名... 為什麼叫名教練啊 因為我姓名啊 對啊 對...那你教過誰呢 我是名教練 蘇友鵬 蘇友鵬 蘇友鵬那時候念... 蘇友鵬那時候念台大 他就來找我學車 他開得非常好 他... 你知道他有一千度近視野嗎 我知道...我知道... 小虎隊的這個...威力 威力 一群女生抱著花在... 教練場門口痛哭 你知道嗎 幹嘛要痛哭呢 因為我把他的... 因為我那天我跟人家有約 我就跟蘇友鵬講說 蘇友鵬說 蘇友鵬 我跟你講好 我把你的課往前調 然後你今天... 明天後天的三場課一起上 這樣... 明教練在講他 所以影迷沒看到他 簡單怪數 對 所以... 那蘇友鵬他很乖 他就說喔... 好好好 他就很配合 他那天就提早來了 然後八八八連三堂課上完 上完然後就... 好 再見 好啦 結果... 他走... 前腳走後面人 要等他人來了有沒有 對 小弟那個時候 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離開教練場 真的啊 我快要把影迷殺啊 對啊 他們一知道說是我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然後我說... 我趕快躲進辦公室裡面 對啊 從此明教練說 我不要當教練 我要當明星 對 從此以後 其實做我這個節目的製作公司 那時候做很多節目 那就有一群人常常在那裡混嘛 這個 看看有沒有多一點的這個事做這樣 那個門口做的就是明京城 屈中狠 任賢齊 馬進達 馬進達現在製作有名 就是蒙甲耀輝的製作人 哇塞 那時候都是... 年輕 無憂 他那個地方那個很妙 其實喔 就是... 我很想再重新回到那個地方看 就是再許一次願看看有沒有 許願可以成功喔 對 他其實是在哪裡 他其實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櫻化公司是在二樓 還是三樓 然後我們抽菸 都必須要到那個樓梯間 在那公司門口左轉進去樓梯間 又放垃圾啊 又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在那邊抽菸 是在那邊抽菸 抽菸抽菸 然後在那邊打屁聊天 那個時候 屈永恆是執行製作 去開九人吧的那種發電報 開九人吧 對... 小弟那時候有演 我那時候還算不錯喔 我還跟蕭強對到戲喔 我那戲裡面迷戀蕭強 你怎麼每個戲都迷戀別人 對 都沒有人迷戀 對 然後任賢奇 他更慘 他演一個茶行的小弟 電棒燙有沒有 枕頭電棒燙 然後穿閃末背心 空把他口這樣演台客 然後馬進拿在寫那個 短劇的腳本 短劇的腳本 還不是真正的劇 短劇的腳本 然後第一個人是屈永遠講說 好 我一定要當影帝 九人八的這個實際說 九人八的實際說 我要當影帝 我們大家就好 大家就無聊成這樣 好 那小琪你呢 哇 我要變紅 這樣子 變紅 這個很廣泛 就是那是怎麼樣紅呢 就是 我從哪裡大家都要認識我 這樣子 哇 進演藝圈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說進演藝圈 我進演藝圈 我在那人家認識你嗎 我不喜歡人家認識你 那你幹嘛來進演藝圈 真的 不認識你 那你不要進演藝圈啊 進演藝圈就是要 所有人認識你 你認識你 沒錯 然後就輪到我講 你呢 我說 媽的 我一定要當導演 然後馬進台就接著說 好 我如果當製作人 我一定 結果後來四個多年後 四個人的 那個講話都成了 願望都成了耶 藝圈圈真的是影帝耶 任學習真的紅得到哪裡 都認識哪 對啊 明進城當了導演 滿街堂當了製作人 我要把那個地獅投在那個 你要把哪個男人拿回來 明導演是個很奇特的人 他是個感情豐富 這個 也因為他感情豐富 所以他當了導演 那當了導演呢 事情太多的時候 又女人很多的時候 不是女人很多 有女人的時候 他就會 因為他家族當中 所以他就會有憂鬱的傾向 所以你是有 天生有憂鬱 天生啦 就是 所以當事情多到你受不了 或者是少到你受不了的時候 你就會犯病 沒錯 沒錯 所以當你一犯病的時候 可能女友又走 或者是 你犯病 把女友犯走 或者是你故意病到女友走 還是 這我有點 搞不太清楚 通常自己都不太會跟自己相處 那你如果一個人 自己都不會跟自己相處 你就很難跟別人相處 所以鄭嘉宇能跟你相處 就是他也有點病 沒有沒有 所以他能夠跟我相處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鄭嘉宇 他非常能夠自己跟自己相處 你不覺得嗎 小燕姐你永遠看到他 都是一個人 一個人 對 陽光灑下來的一個下午茶的地方 對不對 看著書 然後 非常自在 非常能量 他好像畫外界人 對… 而且我很享受 而且他很享受 而且他就有這個裡面 所以他非常懂得自己跟自己相處 通常我們這種不會 不能 也許我們現在 譬如說我跟小燕姐 或者跟嘉宇 我們三個人在這樣講話 你覺得好像我很健談 我很幽默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說 今天沒有你們兩位再來的話 我沒有… 我好吐自己跟自己講笑話 自己哈哈哈哈笑 對啊 所以我不會自己跟自己相處的 你懂我意思嗎 也沒有人要自己跟自己講笑話 哈哈哈哈 好 那就不叫憂鬱症 那就真的瘋了 哈哈哈哈 那不叫憂鬱症 誰回家 關了門 來我 可是我會 對啊 因為我… 我最近看很多書啊 就是那個創造生命的奇蹟 他有時候教你 就自己對自己講話 而且你還要很說服自己 就是說 因為一開始 因為那個書上還教你說 因為你一定會覺得很可笑嘛 自己在對自己說話 是不是很可笑 你要說服到你自己 真的覺得自己不可笑 蛤 我好愛那本書喔 我…我真的我要看 我覺得很受用 我要看一下… 等一下 看完了以後 會不會病情換另外一種 不會啊 看完… 憂鬱症 你開始講話 哈哈 我們要試試看嘛 搞不好哪一根小燕姐 就是看到我 在一個陽光下 看著書 對 我通了 我會了 你會 所以他現在 你看到他這樣胖胖 其實他是在藥物 控制你的 對 情緒對不對 是的… 所以你需要 需要自己 久病成良醫啦 就是 等於你開始了解到自己 對 怎麼控制情緒 怎麼控制 藥量 怎麼控制到現場去做導演 是… 回來工作的壓力 對不對 對… 其實… 這沒辦法 這醫生已經講 就是說… 他說明導 你… 其實你好好吃喔 吃個三五年喔 是有可能會痊癒的 對… 我很信這種飲食啊 健康… 健康都很重要 是有可能會痊癒的 所以你不要自己停藥 因為… 我自己停藥的話 第一個食慾就降低 第二個睡眠品質不好 那食慾將近睡眠品質不好 然後再加上你人家這樣不舒服的話 所以你一定不會胖到哪裡去 對… 那這個藥物控制的話 就是你… 第一個你睡眠睡得很好 第二個你起床的時候 你就有胃口 對… 然後你的心情都保持愉悅 所以自然就… 就是心寬體胖來著這樣子 現在算是最好的狀況嗎 OK的 OK的 對… 那你現在有女人嗎 沒有 這不OK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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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家就一個人啊 一個女人… 就女人也不是那麼好找啊 女人她以前好好找啊 是嗎 是嗎